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家的报复一文里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画家正在集市上卖画 在不远处走来了一位大臣的孩子 那位大臣年轻时曾经欺诈了画家的父亲 因为没有道歉的机会而时常内疚 大臣的孩子几经周折才打听到画家的下落 于是他这次前来就想在画家那里买一幅画 还了父亲的心愿 没想到画家却匆匆用一块布把孩子选中的画遮盖住 并声称这幅画不出手 孩子回去后把事情告诉了父亲 大臣亲自出面 表示愿意付出一笔高价买下这幅画 但画家表示宁愿把画一直挂在画室 也不愿意卖给他 并气愤地说道 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报复 每天早晨 画家都要画一幅他信奉的神像 但渐渐地 画家觉得自己画的神像 与以前画的有些不一样 这让他苦恼不已 不停地寻找原因 有一天 他突然发现 自己画的神像眼睛像极了大臣的模样 他不禁感慨 我的报复已经抱到我自己的头上来了 很赞同林肯先生的一句名言 用爱化解仇恨 用宽容去消除敌意 用积极的做法减少消极的因素 一个人只有战胜自己心中的仇恨 收回自己伸出去的报复拳头 才能真正战胜自己的内心 正所谓 隐忍不怒的人 胜于勇者 用宽容的心态对待仇恨 即使放过别人 善待自己 更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想开 就是晴天 有一位朋友 时常烦恼着一件事情 他家附近的便利店收款员 对他态度很不好 他说 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收款员 老是给我甩脸色 好像我欠他什么似的 因为这件事情 让他头疼了很久 然而有一天 他从邻居们口中得知了收款员的遭遇 丈夫因车祸住院 母亲瘫痪在床 上幼儿园的女儿 身体虚弱 经常生病 而且他每个月的工资都很少 生活很困难 一家四口住的地方 仅仅是一间三十平方米的公寓 只是维持这个家 也让他的生活压力很大 所以时常黑着脸 知道了这样的情况后 朋友才知道 之前都是自己的胡思乱想 收款员并不是针对他 心中的大石 才从此放了下来 不再为这件事而惆怅 还悄悄地帮助收款员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最后 他们还成为了好朋友 时常互相帮忙 有一句话曾讲 不要让小事情牵着鼻子走 凡事想开一点 换一个新的角度看待问题 就会发现 很多事情都会引刃而戒 很多烦恼都会随之消失 托尔斯泰说过 大多数人想改变这个世界 但却极少有人想改造自己 生活是喜还是忧 往往在于自己的一念之间 不让琐事牵绊自己 把烦恼关在门外 人才能过得更加快乐和洒脱 放弃 也是收获 一位搏击高手 参加一场锦标赛 自以为稳操胜券 一定能夺得冠军 但没想到的是 在最后的决赛中 他遇到了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在决赛中 他竟找不到对方招式中的破绽 而对方的攻击 却总能突破自己的防守 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 搏击高手惨败在对方手下 无缘夺冠 他愤愤不平地找到自己的师父 一朝一世地将决赛过程演练给师父看 并请求师父帮他找到对方的破绽 以便日后攻克对方的新招 战胜对方 师父笑而不语 在地上画了一条线 让他在不能擦掉这条线的前提下 设法让线变短 博基高手想了很久 也想不出办法 只好向师父请教 师父在原先那条线的旁边 又画了一条更长的线 两者相比较 原来的那条线就显得短了许多 师父开口道 如果你想不到办法在这条线上改动 那你就要懂得放弃从这条线上入手 寻找另一条更长的线 夺得冠军的关键 不仅在于如何攻击对方的弱点 正如地上这两根线 只有你自己变得更强 对方就如原来的那条线一样 在相比之下变短了 很多时候 人生就好比一场搏斗 若一味地想要攻击对方 跟对方硬碰硬 最后输得只会是自己 事实懂得放弃 才能找到更好的方法 最终夺得最后的胜利 有一位智者说过 不要抱怨生活中 有太多的不如意 就算生活给你的全是垃圾 你同样也能把垃圾踩在脚下 然后登上世界的巅峰 深表认同 人这辈子 一定要拥有一份好心情 怀有坦荡的胸怀 懂得事实放下 不较劲 唯有这样 才能打造出 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 好了 今晚的内容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不要忘了在下方点赞哦 我是云湾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